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25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早一陣子 日本發生地震 其實6.2級的地震不算很嚴重 當然也是有房屋倒塌 也有人失蹤 據說死亡人數應該是幾百人左右 同一時間 中國 即時有些人出來寬天起地 海南 有一個電視台的主持 就說這是一個報應 結果一日之內 增加了700萬粉絲 他就 發達了 當然也有人對他很不滿 但是我們看到 幸災樂禍在中國 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尤其是當日本發生地震的時候 就有人出來說這是天險 那麼究竟天險是誰呢 我們看到了 1月23日凌晨 新疆阿克蘇地區 烏十縣發生了7.1級地震 比日本更嚴重 民眾走到空地逃生 有人就抱著被子 當時1月23日凌晨 7.1級地震 魚震是不停的 截至早上8時 3級以上的魚震到了40次 最大的魚震到了5.3級 當地出現房屋倒塌 民眾受傷 電力受損的情況 部分旅客列車也出現 不同程度的延遲 綜合大陸媒體所說 1月23日 2點09分 新疆阿克蘇地區烏十縣 北位41.26度 東京78.63度 發生了尼克特製 7.1級地震 震源深度是22000米 震中的烏十縣 叫做 阿曼蘇阿爾 克芝 族的香膠類 屬於高山區域 震中5公里裏面 平均海拔是3048米 人口稀少 但是地震 導致阿克蘇地區 克芝 勒的蘇州 以及克什地區震感強烈 地震發生之後 發生了 很多次漁震 當地 政府公佈沒有人死亡 但是究竟有沒有人死亡呢 我們就沒有人知道 鄰近的和新疆 雙鄰的吉爾吉斯首都比什海克 也感受到強震 當地的建築物搖房 家具二位 民眾分分鐘就出逃 到街上避難 地震也不止 中國還幾乎全國都接近冰風 福建一向都很少下雪 現在也 出了下雪 狂風暴雪 韓朝 中國的北方基本上 全國土都是冰風 零下20多30度比比街市 韓朝席捲全國 部分地區氣溫下降了20度 涉事領導線 就會藍移到廣西省的北部 廣東的北部 預計湖南省 南部 江西的中南部 浙江省西南部等地區 都有大度暴雪 好了 星期一 福建省的寧德壽齡 三明建靈 泰寧地方 已經開始下雪 福建下雪的時間 其實是很少的 我們看到 全國都出現了一種 極端的天氣 冷到 突然間 你知道 因為西伯利亞冷空氣一下來的時候 連香港也試過 只剩下幾度 香港幾度 你想想 北方會多冷呢 當然勒拉夫看到下雪很少 這次的韓朝 持續了一段長時間 倫敦 早幾天也試過下雪 不過是一天而已 第二天就上回到六七度了 這裏下雪的機會不多 反而 北部我們看到 萬成百名漢 就出現了 下雪 下雪就蓋了整個地方 變成白蒙蒙 但是好像加拿大美國那種大風雪 其實在大陸 這個 只有東北地區才有 現在我們看到 大陸不是很流行電動車嗎 當你去到零下 十幾二十度的時候 基本上 所有的電動車都開不了 充不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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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不用只用電動車 其實 就算去到江蘇 浙江那些地方 也是 極端天氣 電動車 我想也是 性能 大打折扣 在這些極端天氣 你說是不是屬於天蠅呢 如果日本 有地震就是天蠅的話 你可以看到 日本 有人告訴我們 原學專家告訴我們 今年 中國的東邊是行大運 即是 南韓 以及 日本 今年是會越來越好的 當然 年初一連串的意外 例如有撞機 然後有地震 有時轉運起來 會有少少的阻滯 過了之後 我們看到日本股市欣欣向榮 很短時間內升了3000點 升到了34年來的高位 而日本 各方面 似乎都開始穩定下來了 沒有說再有甚麼突發的事情出現 反而中國說你笑人家 或者詛咒人家有天蠅的時候 究竟在天蠅中是誰 其實 大家心知肚明 這個人禍 其實是隨著天災而一齊來的 看到了 最近江西 有發生大火 江西這個大火 在學校的宿舍 鎖住一些學生 結果發生火警的時候 學生走不出來 現場據說有19人 這19人死了18人 另外那個人 也不知道有甚麼情況 另外也發生在江西 又有一個是39個死亡的 奪命大火 剛剛 這個是昨天發生的 江西省的新鱼市 有些店舖起火 當時多人跳樓逃生 而且逃出來的 也大多數都是學生 為什麼 這個樣子呢 原來這次也是一些補習學校 本身是一個大專升本科的培訓機構 大部分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學生哥 有些自己逃出來 有些是消防救出來 結果 又是一些 專門對付學生的東西 我們看到 現在中國出身那麼低 政府經常都鼓勵大家生育 問題就是 生育出來 已經窮了 已經禍言下一代了 現在還有那麼多意外等著學生 一場一場的針對學生 又或者 專門走去 危害學生的事不斷發生 你想想 日頭起火 竟然有39人喪生 前幾天河南大火燒了 那個學生那個是河南 河南大火燒了十幾個學生 這次就輪到江西 又是學生 不過這次就不是中學生 而是大學生 你想想 這樣怎麼會過年呢 那麼多家庭 現在這些年輕人 這些學生 大部分都是一孩政策之下的 下一代 這樣死了十幾個 河南也死了十幾個 今次江西也死了三四十天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家庭 這些家庭就被毀了 而且 中共的做法就是 控制著家長 不讓他們掃苦 不讓他們上訪 當然 他們連一個 追究責任的機會都沒有 全部被控制了 微信 微博 全部被禁言 所有的聲音全部被消失 我們看到 究竟這些人不是天險 是不是 中國每天都發生這些災難 真正認了當年 中共的宣傳 一黨獨裁 遍地是災 不論是天災 不論是人禍 也是人日發生的事 極端天氣對中國老百姓可以說是 層面也不留 而中共也不斷發生這些人禍 實際上 只要你不是鎖住這些地方 不是封死出入口 留回逃生路給別人 人家就可以跑掉 結果 全部都走不了 是不是 為什麼要鎖住呢 就是怕人們 可能是 出亂 怕人們搞事 偷走之類 不知覺 究竟是中國人的問題 是管理的問題 還是中國的學生問題 實際上 我想也有 由於中共 從教育開始 從小時候開始灌輸一種 可以說是 紅衛兵思維也好 是中國的小粉紅思維 使得他們 不會得到一個健全的發展 沒有獨立的思考 因為黨灌輸很多東西 是互相矛盾的 使得他們 一方面 就要絕對服從 一方面 也沒有一種自救能力 當一旦出事的時候 他們就只有 等死 那麼多災難 這個民族 好像 沒完沒了 還有好意思說人家是天顯 這些情況發生在外國 是不會有事的 你想想 飛機撞了 大火燒到機翼 人家也可以 在短短的時間 全部人疏散 全部人安全撤離 如果換著是中國 死了很多人 是不是 都不是在飛機上面發生 在一些 學校 學校應該是最安全的地方 學校宿舍竟然會燒死那麼多學生 你想想 說出來 怎麼能接受得到呢 是不是 好了 叫人們生孩子 下一代那麼沒有保障 那麼危險 誰敢生啊 生出來 就是 和言下一代 所以現在人們有一句 叫做不要濫生無辜 因為 你這樣是對不起 下一代 這次時間 我們先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看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 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 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 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 VPN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 VPN SURFSHARK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 VPN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 VPN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 VPN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 VPN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使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 VPN承諾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